每個人都很喜歡出國玩樂放鬆 但是我個人呢 是比較不喜歡去那些 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對喔 我喜歡去那種 就是在地人去的 或是旅遊書上沒有寫的地方 我會怕是吃不到 比較道地的料理 因為畢竟就是都賣給觀光客 我怕那個品質會不好 對 尤其在台灣 其實美食是促進觀光 很重要的關鍵 對 台灣其實有很多很好吃的 對 因為當地人吃喝的 應該是要找當地的朋友 或者是你要常常會看 現在Instagram 會有人分享的時候 那這個是旅遊景點上面書籍 然後網站都找不到 更道地的 對 我常常會去分享那種麵攤 在中校東路四段二二三項 去那邊必點要點什麼 必點就乾麵 阿婆的乾麵 那既然講到人情為 我就來分享一下我個人 現在我要講的是韓國 我那個時候呢 因為是跟那個去工作的關係 所以跟韓國的一個導遊很好 後來那個導遊呢 我自己去也會跟他聯絡 然後有一次我又去了 我就直接LINE打給他 你們這邊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 本節目吃太多了 我們沒吃過或台灣人不知道的 你直接帶我去拜託 對... 他就拿了一個 他就傳了一個這個圖來 給了這個圖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地方基本上你就坐捷運會道 然後他說是什麼 中正路二號線三號出口 出來直直走四到五分鐘就知道了 我說什麼東西 你直直走啦 我跟你講走出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一個地圖 不是地圖 你就會看到一個指標 我說指標 會有指標嗎 走在路上 有一台車上就有指標 太厲害了 太神奇了吧 路上的車有指標 然後呢 他就說你走上去 你會看到一個很彩色的巷子 彩色巷子我們看很多對不對 對啊 彩色巷子是有多彩色 連樓梯都彩色 真的都彩色 然後呢我說這個 你規劃挺好的 對 規劃都挺好的 然後彩色巷子 我就想說這種彩色巷子很特別 我一定要拍一張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家店呢 你在上面走進去吃 你會發現沒有外國人 全部都講韓文 最重要的是 你走上去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看到 老闆其實已經被很多人採訪過了 然後他後來傳那個照片給我 說很多的那個 採訪過的東西 都標誌在這個店門口 問題是我去的時候 怎麼看都沒有 原來老闆多狂妄 他把它丟到地上 好可愛 我會看吧 對 他說韓國的韓劇 韓國的綜藝 還有韓國的一些 像我們石禁秀都去拍過 問題是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說那這麼厲害的店家 然後老闆狂妄到 全部丟到地上 他說對 然後我走進去 說真的一走進去 有點小小失望 你看 舊舊的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那這一家到底吃什麼 他跟我說 其實他這個舊舊的 就是因為他說是在地人家的 重點來囉 他是吃豬肉湯飯 我說豬肉湯飯不是釜山最有名嗎 他說是 他這個就是釜山跟 釜上南道中間最有名的豬肉湯飯 問題是在首爾 就是算韓國的北部 你要吃到到地的很難 南部口味很難 他說這一家就是南部的 而且南部人最重要的是 你在首爾其他地方吃到豬肉湯飯 他通常就只有附一道菜 小菜 然後或者是可能一個 柚子 可能一個蘿蔔 沒有了 可是他這邊會給你的是 完整的 超多小菜 他吃完可以再續嗎 他這個是可以續的 重點是來囉 他還跟我說 你在很多地方吃到 首爾的豬肉湯飯是沒有韭菜 問題他就是 道地南部口味 韭菜給超多 專賣店 專賣店 韓國好像都這樣 對 他裡面的那個湯 已經滾到變白了 就是把骨頭裡面的那個 精華 對 都已經煮出來 然後是白色 重點是在滾的時候 你喝一口那個湯 配上那個韭菜 爽脆 烤烤烤烤 烤在嘴巴裡面吃下去 韭菜的爽脆跟甜 配上豬肉的濃郁 然後再吃一口 唉唷 我口水都要流出來 聽你講我口水要流出來 真的嗎 重點是 他呢沒有繁體中文網站 沒有台灣人知道 但菜單應該也都是韓文對不對 對 然後呢 我說那這個韓國人 怎麼會找到這家店 他說他對面是韓國的市政府 所有的上班族 只要是那些知道豬肉湯飯 要吃老味道都來這裡吃 所以叫蜜羊 對 蜜羊 重點是我 剛剛不是給你們看了嗎 這個舊舊的環境對不對 從所有的窗戶看出去 都是超過20樓以上的高樓大廈 他就隱身在那個高架橋 旁邊巷子進去 然後被高樓大廈包圍 又沒有中文標示 所以真的只有韓國在地人才在吃 真的 光是找就很難找 很難找 對 所以有什麼好心人 可以幫我們翻譯一下 貼在Facebook上 我再講一次 他的名字叫蜜羊豬肉湯飯 最喜歡吃這種在地 然後就是很難找 然後又沒有中文菜單的 你看超過20個以上的節目拍過 然後只有在地人知道 而且整個韓國 首爾要吃到到地南部口味就這一家 超厲害 這環境不用太好 大家要吃的是吃那個味道 對 給這麼澎湃的那個肉的小菜 真的超讚的超讚的 所以這是午餐晚餐對不對 午餐晚餐 那有沒有什麼推薦宵夜的 有 來來來 我跟你講 剛剛不是說了嗎 這個就是我的背影 吃飯的背影 這個地方是 我一直記得是我去 也是一趟那個工作 然後結束之後 我從捷運 東廟站出來 然後因為我就亂走 又宵夜 那個時候大概10點 11點 有點餓就亂走 然後聞到很香的味道 我就坐下來 然後就跟老闆 東比西指這樣 然後老闆就 嗯 嗯啊 然後老闆就開始料理 我在看他 首先弄了一個蛋液 然後這桌面上是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是很大塊的吐司 然後我想說 蛋加吐司不就法式吐司 沒有 他下一個拿出來 整塊的 奶油 奶油 超香的 它是很豪氣的 用那個鏟子 鏟超大塊 放在那個鐵板燒上面 然後現在開始煎那個蛋 然後也煎那個吐司 重點是 他開始放很多的料 有那個蘿蔔絲啊 高麗菜絲啊 然後還有放豬肉 韓國豬肉超好吃的 然後煎一煎 我想說 這可能法式吐司嗎 沒有 最後呢 他長這個樣子 這個這個 老闆姻父就是看你在幹什麼的臉 對 那你在後面幹什麼 他是 他是這樣 法式吐司捲起來 可是裡面是 高大 裡面像是淡 裡面像蛋一樣 重點喔 他這個東西很澎湃喔 我吃這樣小小一個三角形 我就飽了 哇 對 他這樣一個多少錢 他這樣 折合台幣 好像一百塊不到 重點是吃 路邊攤 吃很飽很香 然後呢 我那個時候吃完之後很開心 後來我再去韓國 去什麼明洞宏道 我都找不到那路邊攤 我想說 這種東西應該到處都有 為什麼會沒有 各位 我在前兩天又遇到了一個韓國朋友 我就問他說 這一樣這個照片 我說我要來這邊講 我要來上班 告訴大家這種私房的好料 為什麼我後來都買不到 他就說 因為 這個是宵夜場 只有宵夜就宵夜 昨晚到九點十點以後才出來賣 所以我下午傍晚十分 去逛所有的街都買不到 因為像韓國也有那種 連鎖的吐司店 他們也是在路邊的 然後這個感覺又是 私人營業的那種感覺 更道地 超香的 所以如果客人啊 你半夜走在韓國街頭 聞到很香的奶油 牛油味道 馬上坐下來 盯著老闆 老闆就會幫你做一份 盯著老闆 韓語又不通就盯著它 你倒是說些什麼 你看我們就盯著老闆嘛 對 他應該也是專賣這個的 對 專賣這個 好好吃喔 那個香氣 不錯 這都是你們找不到的 對 這福山真的超多好吃的 因為我親戚就是住在韓國福山 因為我媽媽是韓國 那個花僑 她媽媽是韓國人 韓國花僑 然後 然後這個我要推薦呢 就是它在那邊的漢針墓 然後但是大家想說 漢針墓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通常漢針墓都是室內 但是這一家有無敵海景 它有超大片的落地窗 因為通常我們去任何一家 漢針墓都是那種室內的 地壁的 或者是地下室 根本看不到任何東西 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家是它有五層樓 每一層樓的每一個設施 都是像這樣落地窗 就是你可以邊泡 然後邊看著那個海雲台的海景 這個是VILA吧 對 這很美 每一層樓都有這個 每一層樓都有 因為像漢針墓就是你們泡完以後 男生女生換完衣服可以就是碰面 然後在那休息室裡 也是就是超大片的落地窗 像這樣 然後大家都可以在這邊 像這個是它的蒸氣室 就可以在裡面 不同風格 對 不同風格 然後它也有像這樣的烤箱室 大家在裡面烤 超有景觀耶 很美 然後除了這樣之外 它其實一整層樓 它還有像是有可能有電腦式 你可能花五百塊的韓幣 大概一百一百塊左右 就可以玩一整天的電腦 對 然後它還有一整間的漫畫室 然後它還有一整層的是那個按摩間 它有按摩床 按摩椅 按摩屁股的機器 按摩腳的 就各種很特別 它的按摩機器就是有兩塊 然後就坐在上面投錢 然後它就按摩 按摩的屁股 它是二十四小時的嗎 二十四小時的 那我有一個疑問 你們泡的時候是全裸嗎 都是全裸 那你有沒有想過 老闆會不會在這個地方也賣票 有可能 然後就可以趕快來看這裡 超對數 對 大家都可以 因為它是在海雲台的那個山上 所以基本上它的高度 是你下面的往上看不到的 因為這部韓國人洗澡 很喜歡去漢針墓 對 其實韓國人的習慣 是他們不喜歡在家洗澡 所以其實家裡面的浴室 通常都很簡陋 因為他們不會在家洗 都去漢針墓洗澡 他們在漢針墓 都會有個自己的櫃子 然後櫃子裡面 就是他自己的盥洗用具 會員 對 就類似會員 但是就是韓國人的習慣很特別 都喜歡去那洗澡 妳媽媽是韓國華僑 對 就是住府山 像剛剛那家那個豬肉湯飯 對 我們家裡都是去吃那家 對 妳們是在首爾吃嗎 還是在府山 在府山 然後重點是因為其實 像很多觀光客區都是去西面 西面站有那個豬肉泡飯一條街 對 有 有 對 那邊都是都是觀光客區 其實不難吃 整條街都是豬肉 整條街 對 所以但是味道還是真的會有些微的差別 對不對 因為其實道地的豬肉湯飯 是不加鹽巴的 它是純骨 就是豬骨去熬的 讚 對 然後它就是真的是豬骨的香氣 然後通常如果比較吃重鹹的人 就是店家不是給你鹽巴 是給你小蝦米 那這個 有 你這樣講我想起來有 對 其實他們的 一小碟 他們想加重口味不是加鹽巴 是加那個醃過的小蝦米醬 然後加進去後會有那個自然的鹹味 海鮮的鹹味 對 真的很好吃 這個才是傳統的吃法 在地人的吃法 就是南木在地的吃法 半真木 真的 好 那去完韓國的話 就接著要來到日本了 那我是要介紹日本長野 因為大家去那邊的話 就是頂多就是知道是有溫泉可以泡 然後滑滑雪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一下 很多人他們不知道說 這個溫泉村裡面 它其實有13個溫泉 是可以免費去給大家去泡湯的 對 免費 免費的 所以你其實可以選你自己喜歡的 而且都是日本的古早味 你就可以在那像古蹟裡面一樣 然後你就可以選自己喜歡的 如果你住比較多天 你在那邊有待的話 你就其實不只泡一間 你就可以13個感覺 就是像蓋章一樣 然後一個一個採這樣子 去蒐集這樣 對 好好 然後像這個就是其中一間 其實你看到就會覺得 都很像一個神社 對啊 這很氣派 對 然後像這個也是 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你可以選擇 可是我覺得在那裡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少就是 像我們台灣在那邊的人 都好像都是外國人 因為它畢竟就是真的是裸湯 所以還是很多人可能就會害羞這樣 拘謹 華人別的拘謹 但那邊還有很可愛的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猴子泡溫泉 對 等一下 去看猴子泡溫泉 我要花錢嗎 不用不用 好 那就好 我花錢進去還要看猴子泡 可以可以 它的這個是專門 這個猴子的嘛 那它的對面 它會有一家溫泉旅館 但是那個溫泉旅館 如果你要住在那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自費 可是它的室外的這個溫泉 真的是你如果很幸運的話 猴子會跳進去跟你一起泡 所以我要跟大家特別推薦 我自己的私訪的這個行程 就是他們的夥計 日本其實有三大夥計 那在長野這邊就是有其中一個 他們每一次都有上萬人會去參加 對 就是傍晚開始 然後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 這麼久 對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我在看的時候就是心裡會覺得說 哇塞 這麼多人 就是一起進行這個儀式的時候 真的是 那種感動 我不知道怎麼跟大家訴說 但是呢 它沒有一個期間 它就只有一天 就每年的1月15號 所以大家如果要選的話 你就是冬天去 然後可以講說 去泡個溫泉 滑個雪之後 然後最好是有1月15號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火 那萬一1月15號那天下雨怎麼辦 噪完了 噪完了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應該不會更改他們的行程 就是很固定每年就是那一天 很重要的日子 超風雨無阻 對 這是他們很重要 大家會慕名而去 可以看到這個很漂亮 就是已經燒起來了 對 已經開始燒 都萬人啊 這全部都是頭 下面黑啊 都是人啊 五月天了嘛 對 跨年 對 有跨年的感覺 就是它雖然不是煙火 但是你看它這個就是 很像是跨年 這麼多人 真的啊 對 好壯觀耶 真的是遠看 就是有感覺 會想到我們在燒網船的感覺 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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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下面 這都一個一個都是黑的 這是神鬼奇航的電影的畫面 對 有像耶 對啊 這有沒有危險性 應該是沒有啦 就是它 這應該沒有吧 對 但是你多少還是會被燒到 就是你瘋狂的時候 被燒到 你站太近的時候 你不是還是會被弄到嗎 是 是 是 對啊 可是大家都穿很厚 所以還好 就是除非你是很容易 易燃的那個衣服的採取 燃紙嗎 易燃紙嗎 易燃紙 應該是滿容易的燒 大家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不能靠太近 沒有這麼容易 因為你看它前面就是在那邊 丟煙火什麼 丟要燒起來的 丟三四個小時 它都可以把它撲滅 不讓它燒起來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燒起來 對 日本還有什麼好玩的嗎 日本的話其實大家都一定會想要去 他們的遊樂園 那我就要教大家如何 就是可以在一天內把它玩完 因為通常如果你去 太棒了 對 你去遊樂園很難 一天玩完 對啊 那我特別推薦就是去環球影城 一定要是在萬聖節的那個期間去玩 因為除了你可以玩到一般的設施之外 它的萬聖節還有限定版的 就是額外更多的跟鬼有關的遊戲 就是超級好玩 真的 我補充一下 我之前去美國的環球影城 然後也是萬聖節的時候去 但我不知道萬聖節的時候 他們會有特別的東西你知道嗎 然後我進去之後 全部都是鬼 對 然後全部都是鬼屋 還有那個 真的可怕的那種 真的可怕 就是他們會有鬼就走在路上 然後他後面背假的電鋸 他看到你喔 他就看到你是亞洲女生 好像很好嚇 然後電鋸就 然後就在後面這樣追你 然後我就 很可怕喔 那種 小孩子卻會嚇到什麼 會啊 因為我都快哭了 而且他的鬼屋是 因失路的鬼屋 是認真嚇人那種 對 然後我進去 然後他們就一直這樣 在旁邊這樣看著你 然後那個鬼屋太大 我走了十分鐘 我走不出來 我差點在裡面窒息 你知道嗎 太害怕了 太可怕了 可是有些人都是想要趁這個時候 去體驗 我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腳全部都歪歪 因為我都會嚇到 沒有 沒有 我一直跪在地上 你知道嗎 很可怕 對 所以其實還是很推薦 大家可以去 因為你平常去 環球影城是玩不到這些設施的 對 那特別要教大家就是要注意 就是放假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們台灣人 不張日本人的一些假期 對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像他們萬聖節活動 大概是從九月底到十一月初 那在這段期間呢 在日本會有一個從九月的第三個禮拜 會放一個秋分節 然後還會放一個老人節 那是我們台灣沒有的節日 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特別注意 然後在十月的第二個禮拜一的話 他們還有一個體育節 也會連續放那種連續假 然後在十一月份三號 他們還有放一個文化節 所以就是很多我們不知道的節日 那幾天人就會特別多 超多 然後因為像我第一次去環球的時候 就因為沒有注意到 節日這件事情 我就剛剛好在十一月三號 放大假的時候 去了環球影城 然後但還好 是因為我都有提前 先買一些快速通關的票 但是我在那個地鐵的站的時候 就已經遇到人山人海 是完全是跨年的場景 就是 你不用自己走 你就站在那邊 你會自己移動 對 我當時擠在這個車站 擠了二十幾分鐘 快三十分鐘 因為根本沒辦法移動 嚇死人天啊 真的 而且這只是在車站 天啊 這怎麼做 根本沒有辦法動 你知道 因為那車子一直來 然後人都還卡在那 然後那個地鐵站 就是車子還停在那 因為還有一些人出不去 然後當時我去的時候 還遇到就是食物也賣完 就是你進去以後 才沒有東西可以吃 就是跨年的那種 對 然後你要 可是因為你要在那邊待一整天 然後基本上 你也沒辦法帶食物跟水 所以你就在那邊 就是要等他們補充食物以後 大家就是 真的就是像末日一樣 你就是要狂奔去排隊買食物 好可怕 然後餐廳也基本上都沒位子 所以你就是可能在路上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 就是坐在路邊 就是 太累了 起地而坐 起地而坐 然後而且你去搶那種 就是那個要入場券 因為那個 表演的劇場 對 然後還有像是哈利波特的 那個特別園區 是你要去領一個特別券 才可以進去的 對 然後那個劇場是大家 就是你一進場 就會看到全部人這樣 哇 你衝到那地方去 對 等一下 你講了這麼多 你不是說要介紹一天可以玩玩 感覺你玩不玩 對 所以我就說要避開節日 避開節日 對 因為我當時就是遇到節日 就會變價 對 所以避開節日之外 就是你要先提前買好 它的快速通關券 快速通關 很重要 然後而且是它的快速通關 你要先排好時間 因為除了就是遊樂設施之外 它還有萬聖節特別活動的遊戲 可能總共會有十一項好了 所以你十項的時間都要排好 然後在每一個排好的同時 因為像很多大型的遊戲 如果你像那種節日去 我那時候節日去的時候 遊戲要排五個小時以上 你才玩得到 一個 有些非常熱門的遊戲 你即便買快速通關 都還要排一個小時 對 一個要五個小時 對 而且它那個時間 就是卡在那裡 因為它不會降下 因為人是一直勇 所以其實超過五個小時 然後所以你不滿 就是真的是一整天 就耗在那邊排隊 你排兩項就回家了 對啊 所以一定要買快速通關 然後再來就是 你時間要卡得很近 因為像有些 比如說你一點半 一定要玩到這遊戲 然後你可能接三點半 玩下遊戲 那你中間空的那個時間 你就要趕快去排下一個中間 你沒有買到快速通關的遊戲 所以你要一個接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你一進圓的時候 拿到那個地圖 你就要把它背清楚 要清楚知道哪一個園區在哪裡 所以你在跑那個行程的時候 千萬不能浪費時間 在走路上面 對 不要繞圈圈 對 然後像我 規劃入鏡 對 因為我剛從環球影城回來 我這一次是全部遊戲都玩到 哇 太強了 沒有人嗎 就因為我快速通關 然後又剛好遇到 他不是放假的時候 然後又很幸運的遇到颱風 所以就沒什麼人去對不對 我還遇到關西機場關閉 你個禽獸 遇到颱風還說幸運 可是很奇怪是 其實大阪 不關嗎 完全沒有風雨耶 就是他說有颱風 可是剛好因為那時候 颱風在沖繩 可是大阪先提前 把機場都關閉了 然後但是其實是沒有風雨的 就還好沒有大災害 所以去遊樂園 你真的要像把它當出國一樣 要排行程 然後票要先買好 對 你不能覺得這是去玩 對 不行 這樣你可能玩個兩樣 你就回家了 看到車站那樣 大概我就想回家了 我也是 我可能連車都不會下 直接坐口而已 然後就下一站啊 這個太豐富了 太誇張了 來 Dora 現在我要來介紹澳門 澳門其實真的是 大家很愛去的地方 第一張先放一個 通常大家去一定會拍的 大三八 可是一般拍到的都是這種照片 就是 大家不太會拍照的人 還會給你大三八 是胡的 對 然後路上都是人 但是現在澳門有一個新玩法 就是你可以 租旗袍 哇 就像我們有時候去日本 會租和服一樣 現在可以用滿便宜的價錢 就去租旗袍 而且它是幫你有包包 有扇子 然後如果是 因為我是短頭髮 我就是選髮式 長頭髮的女生 它們都是包含在那個套餐裡 它可以幫你編法 對 所以都可以幫你弄成那個 除非你要弄成什麼 上海灘那種 比較複雜的造型 才會加費用 不然一般的編法 它都變得很漂亮 但是都不用再加錢 你看接下來 你只要到任何的 像這邊是那個 也是很熱門的 玫瑰糖 然後這裡是那個 戀愛像 戀愛像 一個很熱門的店 你這裡面 就會跟別人不一樣了 真的 你就是一個 不然要穿越 過來這裡的人 女生一定會很喜歡 對 那你超好拍照 但是你們知道 就是在這邊拍照 還是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人很多 對 然後像在 這邊我真的是崩潰 我為了要拍到 這樣一個沒有人的景 我在那裡大概要這樣 等半個小時 等他們經過 會不會你再 會不會你再花個五百塊 再租一群保鑣去 會幫你開一個 走開 走開 上人頭的了 不行 瘦的有瘦的價錢 撞的有撞的 對 而且你知道我這時候 有些這種遠的 你還是避不掉 對 然後這種你都要等很久 好美喔 拍出來你覺得 好漂亮喔 然後後來發現 其實在其他地方 你可以 你都已經穿旗袍了 你其實可以走一個民族感 在它附近 在那個 走民族感 對 在文化工所那邊 你是可以 拍到這種 就是它那邊 就都是完全是 古式的那種建築 然後有斑駁的牆面 然後以前的這種窗 你就是穿越了 就是那一把青的劇照的感覺 沒錯 然後重點是這邊 目前都沒有什麼人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最喜歡 揣摩那種古人看 不知道他們都在看哪裡 不知道在看哪裡 然後要隔著玻璃窗這樣子拍 然後你就有一個 最喜歡沒有人去的地方 沒錯 你看就是街道上 是真的都美 對 它都會有轉摩 就會很美 然後你要很優勵 你那時候是要看哪裡 有沒有 我看一下 就假如鏡頭來這的話 你大概要抓它的 它這樣拍你 你臉要讓它拍到這裡面 然後你大概看那個燈的位置 直接到這邊 就是 我知道 你的臉要跟鏡頭是垂直的 對 然後下巴我會抬這樣 你這條線就要出來 喔 這樣合適 這是專業的 所以這個側面就會輪廓比較好看 對 然後剛剛講到的文化公所的室內 其實也很可以拍 來 莊文青的時間到了 喔 所以它裡面就是很 好像很會看書 對 但它裡面其實很多各國的 欸 小姐 你書好像拿反了 很ㄎ到拿反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正的啦 還自己拖在M有嗎 確認 確認 它裡面就有很多那種原文書 我跟你講 你根本看不懂上面寫什麼 可是你翻開就是很有味道 對 就是擺拍很好用 沒錯 然後而且它這個旗袍 可以租大概六個小時 真的很夠拍 而且因為澳門好拍的點 走路都可以到 對 澳門不大 六個小時夠了 沒錯 剛剛那個Dora不是有個 45度角台上來有沒有 對 那一條街其實那個2046 王家衛導演2046 就在那邊取景 對 非常美 對對對 那旅社也在那邊 那剛剛Dora有講到說拍照 對不對 我這邊那個小的也要 貢獻自己一個私房景點 對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是媽閣廟有沒有 澳門的媽祖廟 為什麼叫馬靠呢 有一說是因為 澳門的媽狗 馬靠這個媽狗是因為 媽祖廟他們以前叫馬格 廣東話叫馬狗 所以外國人聽了以為 這裡就叫馬狗 馬靠其實不是 馬狗是指這裡 對 然後這個馬靠廟 大家都會去對不對 然後裡面還會 那個有一個可以磨磨磨 會發出聲音的這個 叮叮 有沒有 磨這個東西 對 那其實離馬靠廟很近的地方 還有兩個景點 我要推薦給大家 有多近呢 它其實往上走一下下 這邊第一個點叫做 亞婆景前地 這個地方為什麼可以去呢 因為你想要去歐洲 看到這種噴水用詞 在澳門就有了 噴水池澳門就有了 羅馬感 對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 詳細的古蹟告訴你 所以你基本上用走的走上去 你不會迷路 而且還可以讓你一路的往上走 你在這邊拍完照 然後拍完這種歷史意義的東西之後 你可以沿著地圖再往上 會走到哪裡 各位 好漂亮喔 澳門有這種教堂 你們知道嗎 它名字叫做 希望陽大教堂 很漂亮吧 我只不過抽個射就這樣 對 然後一樣在剛剛那個地圖上 你們看 往上走15分鐘就到 重點是這個地方 讓你整個俯瞰澳門的市景 好漂亮喔 你看到這個是那個旅遊塔 對不對 剛剛說的澳門旅遊塔 對 然後你人在前面比較稠 如果沒有人的時候 好漂亮喔 千萬不要這樣 我們沒有閒 沒有 那除了可以看到 這一邊旅遊塔這邊 再轉到另外一邊 這個是新蒲金耶 整個澳門的市景 你都看到囉 很美耶 對 很美很美 好值得去喔 對 然後它的名字就叫做 旺陽大教堂 有沒有 西旺陽大教堂 而且不是只有我覺得它美 我還在來這邊之前 我做了一下功課 好多個部落客他們說 其實在澳門要看到 整個市區的景 第一名就是旺陽大教堂 第二名是旺陽燈塔 他們有個燈塔 是港口的 第三名才是旅遊塔 好漂亮喔 而且那邊非常非常安靜對不對 安靜到不行 對 你上去想怎麼拍就怎麼拍 但我們那時候外景去那邊玩那個 泼氣球 超超 砰砰砰 老妹 有警察來 警察說 你們在這裡玩這麼大仙 然後你們 沒有 真的大仙了 好大仙啦 因為他會以為是槍聲 對 他們真的是很值得去 對 對 對 而且走路你看十五分鐘就到了 去馬閣廟不要拍完照就走了 其實真的很推薦大家去澳門玩 你看坐飛機這麼快就到了 對 就是那種週休二日你就可以去 而且好多美食超好吃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以按摩 逛街購物 購物 吃東西 還可以拍照 吃東西拍照 真的 我必須再推一下 就是呢 在那個我們還完旗袍之後 其實他的附近是俊秀� 他是有一點像新舊交替的感覺 因為他有像這樣子很異國風的那種街道 然後啊 彩繪像 他做得超漂亮 而且是他街上是會有像這樣子的 雙子衣服 而且是他街上是會有像這樣子的 雙子衣服 而且這真的就是路邊喔 路邊 他這個門是人家住家的門 對 他是彩繪成這樣 然後他們就是他們收信的油桶而已 可是你隨便拍隨便漂亮 好時尚的雙子衣服 真的 然後你看 他會有一條他們的天空是做 有辣椒 就是他們做那個假的辣椒 他們就做一個草原天空 菜園的感覺 可是下面 他們從牆壁到地板 全部都有做彩繪 好美喔 所以這邊也就是非常好拍 然後他們也有這種老式的 就是旁邊會 突然你又突然又看到一些 老舊的街景 然後有一些古早味的玩具店 雜貨店類的 你就會覺得天哪 我一下心一下舊 就好複雜喔 好快樂 很像在平行時空的感覺 對 然後就會渴了嘛 對 渴了渴了渴了 我好渴 我們很熱啦 真的 趕快涼啊 他很投入在他那個 情境 他要再回想他那個行程 對 我再回想我的那一天 因為澳門人其實很愛喝咖啡 他們早上都一定要配個鴛鴦 然後咖啡 然後配個蛋塔 可是其實澳門很老式的那種 咖啡店都是路邊談 然後也很難就是 好好的坐下喝咖啡 但是那邊有一間店 我覺得很棒 他是 對不起 就這個漂亮的 先拿走 這個漂亮的 這邊有一間非常有味道的咖啡廳 是可以坐下來的 然後他們的咖啡 也是澳門老式的那種傳統咖啡 可是他原本是一間打鐵鋪 所以他保留了非常多 就是他們那個打鐵鋪 比如這個斑駁的牆面 然後還有他們的窗框 然後他們自己又有買進非常多 很漂亮的茶具 所以拍起來都超美 然後重點是咖啡超好喝的 重點是東西要好喝 東西非常好吃 然後它是裡面是做的 就是非常有質感的感覺 然後它這邊也會 它有一點像結合了文創的感覺 它裡面放了一些藝術家的畫作 然後一些文創的商品 然後我們 它這裡這個樓梯 它這個瓷磚也都是保留 他們那個打鐵鋪 當初的那個瓷磚 然後我們就這樣走上去 拿著咖啡走走走 到了二樓 它可以坐的地方 超有味道的 還有鐵窗 對 它這個鐵窗 也都是他們原本的 然後必須要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盤子有多漂亮 很講究 很講究 然後價錢也都不貴 其實這樣一杯咖啡加一個蛋糕 你一百多塊就解決 哇 因為澳門 我其實才剛回來 如果台灣的民眾要去的話 最方便的是 因為說台語也會懂 那邊其實在葡萄牙 在建設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華人地區是福建人 在那邊最多 所以在那邊其實你講台語 都可以通的 剛剛愜意過了 我們現在要來奢華一下 這裡是泰國 通常我們去泰國 其實都喜歡玩一些 就是好像很慢活 然後喜歡吃夜市等等 比較平價 可是其實泰國 非常適合奢華之旅 你知道嗎 我現在我們去住的這一間飯店 這是它上面的無邊際泳池 然後晚上它是有bar 它有一個酒bar Skybar 對 這樣 就是有Skybar可以看夜景 可是這樣的飯店 它是五星的飯店 它一個晚上只要 它是淡季還是旺季的時候去 我那時候 其實算是暑假的時候 算旺季 算是旺季 參加當地人的烤肉聚會 要先滾下山才行 當時我就到這邊滾下來 然後才發現 他們法國人 就當地人居然在這裡 BAR-B-Q 在這裡 好嗨喔 對 然後我滾下去以後 才知道原來這些都是Free 不用錢 食材這些也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我們去住的這一間飯店 它就是它上面的無邊際泳池 然後 晚上它是有bar 它有一個酒bar Skybar 對 這樣 就是有Skybar可以看夜景 可是這樣的飯店 它是五星的飯店 它一個晚上只要三千塊左右 真的很便宜 是淡季還是旺季的時候去 我那時候 其實算是暑假的時候 算旺季 三千多 三千多 三千出頭 那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它是離市中心 就是我們常逛的百貨區 有稍微一點點距離 但是其實坐計程車過去 也才一百多塊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 而且我光泡在這裡面 就覺得夠了 回粉 真的 然後晚上你可以上去看夜景 然後小酌一下 然後現在 在那個 這裡也是那個酒 你看那個酒的造型 都做得很可愛 然後現在在曼谷也有非常多 我覺得是 跟韓國很像的咖啡廳 可是它做的卻是 我們在泰國會吃到的 像這一間咖啡廳 它是以芒果為主 然後它就是 我們在那個水上市場 不是會吃芒果飯嗎 對 它就是把它精緻化 然後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然後整間店的那個風格很漂亮 而且我們是做 這個是二樓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坐在這邊 它是一個網子 網子上面 超 覺得有一種 好愜意好美的感覺 然後這個真的很好吃 網子下面是空的嗎 空的 就只是通一樓這樣 你在體驗杯烤肉的那種感覺 體驗那一片烤肉架 人家明明是吊床 就想像你穿裙子在一樓大樓 往上看也是不同的風景 對 然後它這裡就是 它這樣一個餐啊 也大概兩百出頭而已 真的很划算 然後就是拍到爽 而且通常 他們的 他們泰國那邊 泰國那邊的那種咖啡廳 都沒有什麼用餐時間的限制 所以你真的就可以拍到爽 吃到爽 然後你就是可以裝闊這樣 覺得很快樂 裝闊 對 然後還要再跟你分享 這間餐廳 他們最近真的很多很厲害的餐廳 在這個餐廳裡面 直接給我一棵樹在裡面 對 它這間就是裡面 它裡面是做這種宮廷風 然後裡面有非常大量的植栽 然後它就是吃比較西式 可是它也是有加泰式的元素在裡面 類似創意料理的感覺 然後 這一家很酷 這一家這樣看是那種 好像很庭園式的感覺 對不對 可是它這裡的拍照 最佳角度 其實是要爬到它的二樓 然後有人幫你從上往下拍 因為它的地磚做得非常漂亮 它是那種就是挑高的空間 然後你也可以拍到很美的照片 然後這間的東西也很好吃 然後 來 感覺你去泰國都在吃 對 沒有 現在要來馬殺機 馬殺機 去泰國就是按摩啦 但是你看到這裡是水上市場 在船上馬殺機 在船上馬殺機 在船上 然後它的船就是長 船上 它的船就是長這樣 然後它就是晚上六點之後 然後這個都是要預訂 那時候因為 我還有一個民宿的朋友 在地的 然後他幫我訂 那請 就是可能你們要請當地的民宿 或是飯店的人 幫你們訂一下 在水上市場 然後你就可以坐船上 去它一個船上面只有六個位置 然後就幫你做腳底按摩 就像這樣 不是全租人 而且七百多塊 兩個多小時 兩到三個小時 超級 好便宜喔 對 超級愜意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跟別人不一樣 我在船上馬殺機 對 對 再來 這個捨到不行 這個呢 我們一般就是可能去澳洲 或是歐洲國家 我們會想要吃米其林餐廳 泰國也有 泰國它有一個米其林一星的餐廳 然後因為那種吃太快 所以拍照 回去 又來了 又一個吃太快 那你看它中的行為是一樣的 就沒辦法 忘記拍了 那種米其林一星的泰式 泰式創意料理 我跟你講它真的是好吃到爆表 但是一個人 套餐喔 他每三個月會換一次菜單 每一季的菜單都不一樣 一個人花不到兩千塊 我們上次去的時候 一個套餐一前期 從前菜到最後的點心 他點心給我放在漂流木裡面 哇 而且是 你每一個吃到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前菜吃到了 他們的一個泡芙 想說就泡芙嘛 想說餅乾 其他就哇齁 驚為天然 每一道菜你都會覺得很驚奇 它就是有泰式的味道 可是你又知道 它那個品質 真的把關得非常好 然後我們去泰國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會去買一個 很知名的香芬 但他們香芬也有開一個餐廳 然後它的裡面做得真的很漂亮 看起來就很放鬆 對 就是他們那個香芬品牌的餐廳 然後你走進去 就是瀰漫的那個味道 哇 裡面超美的 而且 他們很講究耶 那個氣氛 對 然後你看 還有這種 噴水的噴水 噴水 歐風 對 歐風 歐風 噴水 很像別的國家的感覺 然後它的食物也都是 超好吃的 泰國在做這樣的料理的時候 他們的口味 不會像在歐洲吃到那麼鹹 我覺得就比較符合亞洲人的口味 很適合去吃 就是花的 你等於你去其他的米其林疫情 可能會花更多錢 但你在泰國 你就可以花幾乎一半的價錢就可以吃 謝謝介紹 不對 好 那接下來要去歐洲了 對 說到這個法國呢 大家都會想到說 要去法國吃米其林餐廳 要去購物啊 但是 其實法國還可以去 世界級頒獎典禮喝的酒 竟然在這兒釀造 這就是它的那個葡萄園的部分 不喝酒 不喝酒 伊莉莎白 就是那個老奶奶 她到了加拿大酒莊 就是來這間喝過她 餐桌上 招待這些女明星啊 或者是男明星 巨星們的也是同款酒 說到這個法國呢 大家都會想到說要去法國吃米其林餐廳 要去購物啊 但是 其實法國還可以去滑雪 滑雪 因為 對 通常滑雪大家想說 是去瑞士吧 不是 其實在歐洲真的會滑雪的人 都是去法國的山上 那邊阿爾貝斯山 那邊很多就是 它的山都是非常好滑的地方 然後當時呢 我就是去那裡 就是他們 很有名的一個 那個 專門滑雪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有很多的小木屋 然後當時呢 我還有到山頂上去 對 我覺得他們很特別 是像日本 如果是初學者的話 是不可能到山頂的 對 但是它這個很棒的是 它山頂有特別是給初學者 也可以滑的地方 所以讓初學者也能體驗到 上山頂的感覺 嗯 然後當時呢 因為我就是看到那個 在山腳下 有一群人圍在這邊 然後想說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就很想下去 可是因為 我那時候是在初學者山 但我想過去 所以我是越了一座山 坐嵐車 到了這高級的滑雪道 然後是滾下來的 真的 因為高級的真的是很難 本來是初級班對不對 滾下來 迎接也就是 歡迎你來高級班 已經不會了 真的 然後當時我就到這邊 滾下來後才發現 他們法國人 就當地人居然在這裡 燒烤 在這裡 好嗨喔 對 然後我滾下去以後才知道 原來這些都是free 不用錢 食材那些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因為他們就是當地人 很喜歡每個週末來烤肉 那後來發現很多遊客 會加入他們 他們的規模就越搬越大 對 就變成從原本的一攤 到後來就有好幾攤的烤肉架 然後就是你去那邊吃都不用錢 然後他們都很熱情的跟你聊天 跟你喝啤酒 好好喔 然後大家就圍在一起 然後滑完雪 然後再吃那個熱食 就說好享受喔 但是有一個前提是 你要從高級攤的那個 倒滑下來 對 但是會滑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會從高級那邊滑下來 那可能是誘陰啦 你下來才有 對 你應該換到高級的啦 或是搭他的那個 度假村的那個車子去也可以 對 因為他這個地方 其實已經是瑞士了 就是因為法國跟日內瓦 就是瑞士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他很多的山 其實你滑過去後就 其實你是在瑞士 這樣就出國了耶 所以這樣子我其實是從 對 出國的時候 你搞漏的時候他有沒有說 護照先交出來 沒有沒有 是不是有海關在那邊 對 那你不會這樣管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是 從法國就越過 直接到了瑞士 好酷喔 非常好玩 推薦給大家 好酷喔 好酷喔 所以到了我了 我要來介紹的是 加拿大的部分 那一般人呢 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 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加拿大也有四包 那很多人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溫哥華這條路線 溫哥華就是 大家去嘉西玩的話 都會溫哥華一路上到 班夫啊 卡加利的這一段 大部分人去的呢 都是遊山玩水的 看的就是洛基山的部分 然後呢 玩的湖呢 就是有什麼路易斯湖啊 然後或者是 那個 瑪麗聯夢湖之類的 你亂編了吧 沒有 感覺是 真的 真的 對 真的 就是看的都是 就是要很累 然後呢 或者是比較著名的景點 就是這個冰川大道 一定要去走 那其實看了看了之後呢 就覺得也是滿無聊的 所以呢 這樣還無聊啊 這麼漂亮還無聊 這樣還無聊 應該是說 你去看第一天 因為它一路 大概要五天的行程 是 對 就是一樣的山 就膩了 一樣的湖 走個冰川又很冷 然後一轉頭 旁邊又一樣的人 對 就覺得很無聊 所以呢 對 我這次呢 就要介紹的是 酒莊的部分 比較少人去到加拿大 會順便去到這個酒莊 這支冰酒不得了了 你們知道 你帶到XXXX 沒有 沒有 冰酒 沒有 鑑定一下 冰酒不得了了 你知道 以國女皇 伊莉莎白 就是那個老奶奶 她到了加拿大 酒莊 就是來這間喝過她 覺得好啊 是喔 老奶奶離我的好遙遠 我告訴大家 餐桌上 招待這些女明星啊 或者是男明星 巨星們的 也是同款酒 好可愛喔 我們在陳宗哥華開車做續呢 大概要兩小時 這酒莊呢 的一個地標呢 是一個金字塔的酒廠 然後呢 這個看下去的部分呢 這就是它的那個葡萄園的部分金 對 然後呢 酒莊你也覺得沒什麼特別的嘛 冰酒 我後來才發現 這支冰酒不一樣耶 我今天有帶到現場來給大家看 帶來就是要喝了什麼看 對 待會兒可以招待給大家 好 請黑哥看看 這支冰酒不得了了 你們知道 妳帶到橄欖油耶 沒有 冰酒 沒有 鑑定一下 冰酒不得了了 妳知道 蘑菇女皇 伊莉莎白 就是那個老奶奶 她到了加拿大酒莊 就是來這間喝過她 覺得好像是 老奶奶離我的好遙遠 我告訴大家 你知道嗎 奧斯卡 就是 對 美年的奧斯卡 奧斯卡獎 餐桌上 招待這些女明星啊 或者是男明星 巨星們的 也是同款酒 而且她不 而且她不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這就是一個 蠻特別的伴手禮 可以帶回來給大家 今天要筆記一下喔 對 推薦大家去走一走